还有一次我有一个艺人 就是他在我的这里慢慢红起来的 当然当年他不是女一号红的 他是个配角红的 他在一个群里面 他们自己的群里面嘲笑了我一下 被人截图发给我了 这种对我的伤害都是很大很大很大 今日于正在节目采访中表示 自己对于旗下艺人感情很深 自己是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去看待他们 把娱乐圈的艺人分为别人家的艺人和我家的艺人 也会很在乎他们的看法 于正更直言当一个艺人红起来以后 自己会减少和他的合作 也不会找对方帮忙 因为曾经自己找过一位被自己捧红的演员 结果被对方委婉拒绝 于正还爆料曾有在他戏里红起来的女演员 贝蒂说他坏话 当时对他本人伤害非常大 先年41岁的于正 从编剧起家参与过的电视剧不及其数 同时直率发言常引起争议 怎么样大家喜欢余正吗